晚会上,黄毅晴作为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的代表,把写给驻香港部队的一封信以朗诵的形式,送给曾经教导过自己的班长,以及驻香港部队的全体官兵。 班长,我们有着相仿的年纪,同样的理想,爱着我们的祖国,自己的土地。 如果你问我怎样去爱,感觉就像是一个孩子,爱着自己的母亲,在自己想做一件让她开心的事情时, 独自微笑,在为她的健康担心时,与默默流泪。 我们对祖国的爱也近乎如此,也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这片土地效力。 你们是军人,将为我们建议,不放弃,不低头。 班长,我知道,在驻港部队,还有着千千万万像你一样,秉承着责任与荣耀,默默守护着香港的中国军人。 你们辛苦了,我爱你们。 谢谢大家。